好不容易从这远星逃脱的士官长 仅仅只过了一天 便带着外星科技又回到了这里 在他离开的这一天里 他将女孩托付给自己曾经的战友 并在战友的建议下 带着神秘装置前来会见曾在星蒙舰队工作过的人 希望他可以告诉自己有关神秘装置的信息 在给他展示了神秘的外星装置后 怪人显得一场激动 他告诉士官长 整个星蒙的信仰都是建议在这些圣物之上 他们一直漫游在整个星系中 就是为了能够找到这些圣物的线索 在此时怪人突然举起神秘装置 往士官长的身上砸去 士官长下意识地用手去抵挡 可当手接触到装置时 神秘的光环再次出现 等士官长从回忆中苏醒后 他立刻将神秘装置收回隔离乡中 而一旁的怪人却显得异常恐惧 并在口中念念有词 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一向没有情绪波动的士官长 突然愤怒地质问怪人到底知道些什么 怪人在他的逼迫下 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 原来这个装置在和士官长接触时 所产生的光环就是星蒙一直以来不断寻找的东西 这神秘的光环是一种通道 但也是一种终极武器 可以通往生命的终点 士官长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光环所带来的灾难 绝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左右的 他需要联合政府的帮助 还可以阻止星蒙的计划 为此 他不顾自由的阻拦 登上了飞船 并设置了通往联合政府的航线 与此同时 在宇宙的某个地方 一个外形如同蘑菇一样的太空城市 漂浮在虚空之中 他就是星蒙部队的总部博爱城 星蒙是一个由不同种族共同组成的宗教帝国 此刻的博爱城中 是蹲者正活三名先知一起询问 先前从木科兴逃回来的那么外星士兵 根据士兵的描述 他们知道了士官长夺走的神秘装置 就是他们正在寻找的圣物之一 为此在士尊者的强烈要求下 先知们同意了由士尊者亲自夺回圣物的计划 另一边 士官长在联合政府的控制下 顺利返回了志远星 凯瑟琳博士也终于拿到了他心念已久的外星圣物 原来凯瑟琳博士一直在进行着他的科塔纳计划 斯巴达战士只是这个计划的早期产物 他们只是增强了身体机能 而新一代的技术还将强化斯巴达战士的精神力量 从而让他们的战斗力再次提升 并变得更加可控 凯瑟琳博士的第一个科塔纳战士 已经准备完毕 此刻正在线箭苏醒 而士官长作为第一个失控的斯巴达战士 将会成为凯瑟琳博士的下一个目标 手法达战士 目标 帽 h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